大家有尝试进食过吗? 而且你知道体内的细胞会进行自体吞噬 哦哦哦哦吗? 虽然这两件事情乍看之下没什么关联 但这却让来自日本的科学家大于两点 Yas Hiner Iohs Umi教授进行研究之后 在2016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 因为他发现人类如果适时的让自己饥饿 很可能可以治疗一些疾病 大于两点长时间研究之后 发现了细胞自视机制 所谓的细胞自视就是 在容媒体一种细胞器的帮助之下 身体可以分界不同的蛋白质结构 并且将其转化为氨基酸 之后就会被用来创造更多的细胞 至于这汉进食有什么关系呢? 大于两点发现可以透过进食的方式让细胞饥饿 进而去刺激身体来分界有害细胞 因为细胞在缺乏能量供给和营养之下 会透过降解自身不必要的营养和能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们会把细胞内毒性蛋白等等 没用或有害的物质吃掉 当作所需能量 这也能细胞的寿命更长 而人体的炎症也会减少 所以在大于两点的研究之下 如果人类选择间歇性进食的话 可以帮助体内的自我清洁 这能加速新陈代谢 有助于减肥 对健康来说也有不小的帮助 像是降低罹患心脏 病、神经系统级 病和糖尿 病的风险 巨烯也可以用来治疗失智 症 当然进食的方式也有很多种 根据Brighty City报道 有几种进食方式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1. 进食24小时 可以在一周内选择一天不吃东西 不然就是你可以在今天先吃早餐 然后忍耐到明天早上 这样也算是一天 但你会觉得两天都有吃东西了 2. 间歇性进食 这样的方法其实比较多人会选择 因为这不代表在进食的日子 就完全不要吃东西 而是你要在进食日所 摄取的卡路里要比平常还要少 假设你平常一天摄取2000卡路里的话 那么在进食日就至少要减掉500卡路里 3. 不吃饭 有些人会试着在一天少吃一餐 这也能促进新陈代谢 但这不代表你的下一餐就可以吃得过饱 4. 有限制的进食 这其实也算是间歇性进食 这也是NBUSE18时报小编 听到不少人用过的减肥方法 也就是E168断食法 一天内只有8个小时可以吃东西 剩下的16个小时就让自己的嘴巴闭紧吧 5. 喝水的进食 这不是要你别喝水 而是要你只喝水 毕竟水对人体非常重要 你可以选择一周里面有一天只喝水 或是不含糖的新鲜果汁 这对身体也是会有帮助的 这对身体也不含糖的新鲜果汁 和热水的增水 或者帮助的脑袋 这是热水的增大 这就是热水的增加 就是热水的增加 腿收红的合了 好,我们去看 好,然后我们来的